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由原生教育推出的 2014年播音主持艺术专业家事辅导 基础课程的第15讲 因为上节课呢 我们讲了口腔控制 所以啊 这节课我们就上节课 所讲授的口腔控制的理论部分 加以进一步的阐释解读 以及给一些训练材料 好 简单的再来把口腔控制这一部分的重要内容 再给大家回顾一下 首先呢 我们对这个土字归音 可以把它理解成什么呢 字正腔圆这两部分 那么所谓的字正腔圆 也就是我所说了十个字 叫准确清晰圆润集中 还有流畅 那么准确 就是你在读这个字的时候 字音要正确 而且要符合我们的 普通话的生母孕母 拼合规律 也就是你的生母要准 孕母要准 这是我们在前边已经大量训练过的 第二个就是清晰 什么叫清晰呢 就是你的字音要清楚 不能含糊 一定是给人特别明朗的那种感觉 第三个是圆润 所谓圆润呢 就是你的声音要给人一种饱满的感觉 而且非常润泽 我们说字音 很水 含有水分 第四个是集中 所谓集中啊 我们用它的反义词来理解一下 也就是这个字 不散 不乱 集中 固定 最后是流畅 流畅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连贯发音 而且非常自然 那么这几点呢 我们就把它综合为叫字正腔圆 那么我们在发音的时候 主要配合我们发音的器官 有这样几个 唇齿 蛇 牙 恶 猴 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你的唇和蛇的力量 我们所有的土字 它是以蛇为核心的 所以同学们平时要加强蛇的灵活度的训练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要加强 唇的中央的三分之一处的运用 这个以前都讲过 下面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绕口令 来给大家说一下 怎样具体的来训练 土字归音的那个枣弧形 那么这节课呢 之所以是训练课程 就是我们要和同学进行互动 所以找一位同学来和我们进行共同的学习 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在给他纠正的过程 听课的同学们呢 也可以找到自己身上的问题 是这样的 比我自己单纯的要讲 更直观 更有效 更能够有助于你理解 好了 我们看到屏幕上的这则绕口令 简单的给大家梳理一下意思 谭家 谭老汉 就是姓谭的这家啊 有一个姓谭的老汉 他挑了一弹 蛋 鸡蛋可能是鸡蛋鸭蛋鹅蛋 不一定啊 到这个蛋摊 去卖蛋 卖了半蛋蛋 他挑了蛋子 卖了一半 然后呢 去到炭摊 买了半蛋炭 没炭 然后老汉往家走的时候 脚下半一半 跌了谭老汉 破了半蛋蛋 翻了半蛋炭 脏了新衣衫 那么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并不是要求大家什么 脚下半一半 跌了谭老汉 破了半蛋蛋 不要求这种快速 而是用这个绕口令 来练习我们土字归音 口腔控制 土字的早弧形 那么怎么来练 先让同学们按照自己的感觉 读一下吧 然后我们再说我们的方法 来 你来读一下 嗯 好的 谭家谭老汉 飘蛋到蛋摊 卖了半蛋蛋 飘蛋到炭炭 买了半蛋炭 老汉往家赶 脚下半一半 跌了谭老汉 破了半蛋蛋 翻了半蛋炭 脏了新衣衫 好 刚才让同学读了一下 这是同学用自己的感觉来读的 并没有 针对我们的口腔控制 土字发声这一部分 把这个绕口令运用上 那么我们重点的要把那个字负拉开 比如说谭家谭老汉 让人能听出你这个字负的感觉 挑蛋到蛋摊 卖了蛋蛋蛋 挑蛋到炭炭 这种感觉 明白吗 就把这个字的最主要的那个原因发的夸张 让每一个字都有一个非常圆润的感觉 来在这种感觉的指导下再来一遍 嗯 好的 谭家 谭老汉 嘴张得还不够大 你感觉这个口腔的上口盖的中部 要被这个字负要被这个字负的主要原因称起来 谭家谭老汉挑蛋到蛋摊 让它在口腔的隆起最高的这个地方充分的伸展 在这生产之后 然后顺着这个力量把它推到口腔的前部 谭蛋到蛋摊 卖了蛋蛋摊 谭蛋到炭炭 这样来 谭家谭老汉挑蛋到蛋摊 卖 了 担 担 担 挑 担 盗 探 探 这过程让它圆滑一点 卖 了 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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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担 担 卖 了 担 担 担 是让它圆滑一点的过渡 来再试 谈 家 谈 老 汉 这个老明显就没挂住啊 老 老 就不要让任何一个字被你偷掉了 任何一个字让你吃掉了 这是完全无效的练习了就 它也是我们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 练就练这个情况 就是为了把这种情况练掉练没 谈家谈老汉 挑担到担摊 卖了 半担 卖了 半担诞 挑担到探探 买了 半担 探 是这种感觉 读书练了以后口腔立起来了 是这种感觉 要不然你的那个什么 老 老汉 它还是一样没练呢 对吧 来,继续试。 买,了,半,买,买,买,了,了,半,半,探,老,汉,往,家,赶,脚,下,半,一,半。 这种感觉,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有这种感觉,这是我们第一步练习,你先把它读完,把第一步掌握之后,我再告诉你第二步怎么练,来,继续读。 买,买,了,半,半,探,老,老,汉,往,家,赶,脚,下,往后的地方都不对了, 就开始可能睡累了,开始偷了,开始偷工减料,开始省劲了,啊,脚,下,半,一,半。 你能清楚的,明显的,感觉到这字音在你的口腔上边的,这个上口盖的,中纵线的部分,由后往前滑,由后往前滑,你看。 跌,了,弹,老,汉,破,了,半,半,半,就每个字它得找到它的这个字音的主要原因部分,这也就是我们说的孕妇,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走弧形的那个最高最宽的那部分,不是两头尖尖中间骨吗? 它就是最骨的那个部分,所以我们也说叫雕筑字头,字头要雕筑弹出,字腹要拉开立起,拉开立起,说的就这个意思, 让它声音最大,让它声音最大,时长最长,是这样的,然后结尾要归音,趋势明显,若收到位, 这个都是第一节理论讲的,字头要雕筑弹出,字腹要拉开立起,字尾要趋势明显,若收到位, 所以后面看,翻了,翻了,半,淡,探,脏了,心,衣,扇,啊, 它这样的一个训练方式,来,把最后两句读完,啊, 老汉,老汉,往家,赶,脚,下,半,一半,跌,了, 就是这种感觉啊,我们应该把它熟练地掌握,啊,这种感觉应该把它熟练地掌握, 它是一种训练方式,你看我把字幅拉开给你读一下,这则绕口令 谭家谭老汉,挑蛋到蛋摊,卖了半蛋摊,挑蛋到炭摊,买了半蛋摊,老汉往家赶,脚下半一半,跌了谭老汉,破了半蛋摊, 翻了半蛋摊,脏了新衣衣,就是你要感觉到整个上口腔在撑开, 让字幅有一个充分的伸展,挺力,拉开,这种时间空间都要具备, 那么我们在练熟的基础之上,啊,我们把意思带上,谭家谭老汉,挑蛋到蛋摊,卖了半蛋摊,挑蛋到炭摊,买了半蛋摊,老汉往家赶,脚下半一半,跌了谭老汉,破了半蛋摊,翻了半蛋摊,脏了新衣衫, 你看,它这样的字音,听起来就非常的圆润和饱满了,这个啊,就不让你练了,时间关系,你具体的把它练熟,好,下面我们来做这个练习, 我们在屏幕上啊,会给大家一些四音节词,这个四音节词呢,我们也有我们的训练方法,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怎么读,先找它的主要原因, 比如说,老马食徒,这个四音节词,我们先来这样发, 欧,欧,老,阿,马,依,食,乌,土,你看,你让它那个最主要的那个圆音,有一种非常倒满的感觉, 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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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 可破 哀 哄 哀 哀 来龙去脉 你看你如果来龙去脉 不这样读的话 你就变成来龙去脉 来龙去脉 它就练习不到 你这个字符拉开 来龙去脉 就夸张的练习 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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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洪抢险 抗洪抢险 不要把它读成 抗洪抢险 这就达不到练习的效果了 哀 尸 吼 银 鸥 高文点侧 崗 鹄 O 波 恩 角往过正 恩 依 威 欧 浪子回头 I 依 恩 恩 来日方长 来日方长 你听 来日方长 它比来日方长要好听得多 A A 恩 鸣 雷厉风行 雷厉风行 恩 一 儿 音 亮丽而行 恩 忧 音 恩 两袖清风 O O A I 逍遥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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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来练 啊 老马食徒 狼狈不堪 牢不可破 来龙去脑 来龙去脑 抗虹抢险 高文点测 角往过正 浪子回头 来日方长 雷厉 雷厉风行 亮丽而行 两袖清风 逍遥法外 欸 这样就把字符 拉开了 我们的普通话呀 土字归音 字符拉开 力气 必须啊 经过这一步 嗯 同学们感觉 可能有的 啊 广告配音的那个声音 为什么这么好听 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他们这个字 立的特别好 啊 字立的特别助 比如说 举例子啊 南京人民广播电台 啊 这个台号 南京人民广播电台 南京人民广播电台 你如果播成 南京人民广播电台 南京人民广播电台 你再怎么播它也不好听 是吧 南京人民广播电台 就是要求把字符拉开 立起 来 你来读前面的几个 然后 先按着第一种方式 先把它的主要的韵母挑出来 来 哦 啊 一 乌 老马食徒 啊 停 这个口腔的开度还不够 就上口盖还不够打开 嗯 打开口腔不就上口盖上台下巴往后收吗 下巴往后收就不用考虑就努力的考虑上口盖往上提 哦 哦 啊 一 哦 老马食徒 还是这个不够夸张啊 然后你我经常说你的问题就是读东西声音发扁 跟这个有很大关系 跟这个有很大关系 就是这个问题导致的 来 哦 啊 一 乌 老马食徒 啊 A 这个A发的就不对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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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点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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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狼 A 狼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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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堪 堪 掉直D了 狼狼 不堪 狼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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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狼狼 狼狼狼 你看你是 应该是 让它立起来 不要这个 往长了发 应该往立了发 让它立起来 不要往长了 这不 可 可 让它立在那 就不动了 可 继续 来龙去卖 就发 就可以 你看 你发这个 你看 这个发的都不够立 当然这不是一下能做到的 你听 安和 安 东和 东 安和 安 它不一样 安和安 它不一样 是吧 比如说 抗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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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最主要的 你看 安 它口腔开度最大的时候 这个口腔就立在那个最大的位置就不动了 安 抗 欧 抗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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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 然后你正常读的时候 抗红 它才能过来 这就是 矫枉 过正 我们练的时候 一定要把它练过了 然后 读的时候 才能够正常 老马 食徒 狼狈 不堪 牢 不可破 来龙去脉 抗红 抢险 这样才能够 很轻松的就到位 你练的时候不到位是不行的 安 翁 翁 翁 抗红 抗红 抢险 抄红 恩 安 阿 高文 点 测 动 奥 哦 安 窝 恩 交往过正 安 伊 微 欧 浪子回头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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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日方长 A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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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 雷 力 风 行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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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袖清风 凹 凹 阿 哀 逍遥法外 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个练习啊 来让我们的字符拉开 这个字符拉开了之后呢 我们的这个字就能给人一种 朱元玉润的感觉 这才能够达到我们土字 有一种早弧形的要求 早弧形的要求 但是呢 这一部分需要长期的坚持训练 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所以我们说一个播音员 它的土字啊,发声啊 是很有功力的 很重要的一方面 就是在这上 见真功夫 所以谁努力 从这个上面 就能够 看得出来 好了 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如果我们来看完 这些词 会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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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